亲爱的兄弟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刚刚一彎已经告诉我们 刚刚一彎都已经讲了给我们听 这个是大灾节期的第一个主日 今天是大灾节的第一个主日 这个大灾节期有四十天 这个大灾节的时期是有四十天 因为我们刚刚在读经 我们也读到耶稣在旷野有受试探有四十天 今天我读经文都有讲耶稣受试探有四十天 因为是四十天所以也叫做四旬节 因为是四十天又叫做四旬节 所以在这段四十天的这个大灾节期里面 在这个四十天的大灾节期间 我们也好像跟耶稣在一起 我们都好像跟耶稣在一起 来仔细的思考我们面对试探 来好仔细的来体会我们的试探 我们怎么面对试探 我们怎么面对试探呢 我们也同时纪念主耶稣 在这段期间之后就开始进入他 要去走十字架的一个道路 我们又在这里纪念耶稣 所以希望这段期间希望兄弟姐妹 我们希望在这段时间的弟兄姐妹们 用三个主要的信仰的行为 用三个主要的信仰行为 来更新自己的灵命 来更新自己的灵命 过圣洁的生活 过圣洁的生活 就是要祷告 就是要祷告 那么圣经也有说要 进食来反省自己 圣经都提到要禁食来反省自己 这个禁食 不是像我们没有要大家用 像耶稣这样四十天都没吃东西 这个禁食 我们不是要好像学耶稣 四十天都不吃东西 你要看你自己身体的状况 你要看你自己身体的状况 你也可以选一餐不吃 你都可以选择一餐不吃 用那个时间 吃饭的时间 用来专心的祷告 用吃饭的时间来专心祷告 或者是灵修 或者灵修 你的灵修可以是唱诗歌 你的灵修可以唱诗 也是可以读经 也可以读经 也可以用来读一本好书 也都可以读一本好的书 那你可以选择要节食三天 你都可以选择 节食三天 但是真的要看你自己身体的状况 那真的要看你自己的身体状况 圣经教导我们 圣经教导我们 我们禁食的时候 我们禁食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打扮得很整洁 我们要打扮得很整齐 不要让人家觉得 你真是恶到都没有精神 不要让人家觉得 你真是恶到都没有精神了 你不是要去得到人家的赞美 你不是要得到别人的赞美 那是你真的在神面前做的事情 那真的是你要在神面前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祷告 我们可以禁食反省 所以我们可以祷告 我们可以禁食反省 我们要对贫困的人施舍 我们要对贫困的人施舍 所以在这段时间 我们鼓励大家 所以在这段时间 我鼓励大家 能够我们说 Let go Let go就是放弃一些事情 我们可以放弃一些事情 放弃什么呢 放弃什么呢 就是你平常喜欢做 可是对心灵没有帮助的事情 那是你平时很想做的 但是对心理又没有好处的事情 比如说吃冰淇淋 比如吃雪糕 或者你喜欢逛街买东西 你不去逛街省下来的钱 你可以施舍 对不对 你不去逛街买东西 剩下的钱 你可以施舍 比如说你上网聊天 或者你上网聊天 讲电话讲八卦 讲电话讲八卦 上网玩游戏 上网玩游戏 这些你都可以放弃 都可以Let go 这些你都可以放弃 那你放弃了 也要有一些新的东西 你做一些新的事情来帮助你的心灵 那你放弃了呢 你都要做一些新的事情来帮助你的心灵 我刚刚已经讲了 读经 唱诗 这些都是 刚刚刚都讲过是读经 唱诗 或者你就是有一段时间 真的什么事都不做 就是冥想 默想 或者你有一段时间 我发现我们现代人很怕独处 然后什么事都不做的时候 我觉得现代人很多 什么独处 很怕独处 很怕自己一个人独处 或者是找很多东西填满自己的时间 很想找很多时间填满自己 所以其实有一个时间放空 好好地来关照自己的心灵 是很好的 我们应该有时 将自己完全放空 那另外一件事就是 你可以帮助别人 另外一件事 你可以有这些时间去帮助别人 那今天刚好也是情人节 今天刚好也是情人节 你可能会收到巧克力糖 你可能会收到很多 这个巧克力糖 那我们今天的经文 讲到耶稣受试探的故事 我们今天的经文 提到耶稣受试探的事情 所以我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所以我先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愿不愿意为了守大灾节 放弃吃巧克力糖 你愿不愿意为了守大灾节 放弃了吃巧克力糖呢 以万跟我点头 以万点头 我知道他很爱吃巧克力糖 他愿意放弃 我知道他很喜欢吃巧克力糖 但是他愿意放弃 牛奶巧克力真的很好吃 另外呢 牛奶巧克力糖是真的很好吃 但是对身体不利 但是对身体健康不利 所以对我们来讲 但是对我们来讲呢 巧克力糖就是试探 就是诱惑的代名词 但是我们知道人生在世 不可能没有诱惑的 但是我们觉得人生之中 不可以是没有诱惑和试探的 耶稣也是有的 耶稣都有 耶稣的试探比我们更严峻 耶稣的试探比我们更加严峻 更厉害的 更厉害 所以我们今天读的路加福音第四章里面 所以我们今天读的经文 路加福音第四章里面 那是接续第三章耶稣受洗 是接着第二章耶稣受洗 他受圣灵充满 他受圣灵充满 那开始他的传道的生涯 他开始他传道的生涯 那才第一天 才第一天 就碰到魔鬼的试探了 就碰到魔鬼的试探 耶稣的工作真的是没有试用期 耶稣的工作是没有试用期的 没有观摩的机会 没有观摩的机会 一开始就是真枪实弹 一开始就是实弹 然后就是震撼教育 然后就是震撼教育 那这个试探有三项 这个试探有三项 第一个就是耶稣已经很久没有吃东西 40天 这个试探就是耶稣已经有40天没有吃东西了 我记得我去参加过一个退休会 我记得我参加过一个退休会 他要求三天进食 他要求三天禁食 第一天充满了灵力 我今天第一天我充满了灵力 进了三餐 禁了三餐 第一天晚上真是太痛苦了 第一天晚上真是太痛苦了 我一直想明天早上要去吃西饭 我打算明天早上要去吃西饭 真的我失败了 我真的隔天早上就去吃西饭 那我真的失败了 第二天早上就吃了粥了 真的第二天要到第三天 真是很难很难的 第二天和第三天真是很难很难 耶稣40天了 但是耶稣可以40天 很饿了 很饿了 我们记得他也是人性 百分之百有人性的需要 我们要记得他是百分百的人性 所以魔鬼跟他说 如果你真的是上帝的儿子 所以魔鬼说 如果你真的是上帝的儿子 你为什么不把石头变成面包呢 为什么你不把石头变成面包呢 那第二个字说 只要你拜我 第二个试探就是只要你拜我 只要拜魔鬼 只要你拜魔鬼 你就会有权柄 就会有荣华富贵 你就会有权柄 会有荣华富贵 第三样次 第三样的试探 魔鬼说 如果你真的是上帝的儿子 魔鬼说 你真的是上帝的儿子 你为什么不从圣殿的高端 最顶端来跳下去 为什么你不会从圣殿的高处跳下去呢 上帝一定会派他的天使来救你的 上帝一定会派他的天使救你的 这些试探 这些试探 其实都是反映我们人 生理跟心理的需要 都是反映我们人 心理和心理的需要 我们越需要的 我们就越容易受诱惑 但是耶稣在这个时候受这个试探 他有远超过个人生理跟心理的 这个需求的一个很深层的含义 他高个人的心理和心理的 需要的含义 魔鬼说 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 魔鬼说 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 其实我们真的注意这句话 这句话是真的很有心机的一句话 我们一定要注意这句话 这句话真的有很有心机的说话 那这句话一方面可以来质疑耶稣 你到底是不是上帝的儿子 其实这句话 他会质疑耶稣 你是否真的是上帝的儿子 会让耶稣有这种自我怀疑 会让耶稣自己都会怀疑 然后会动摇他自己的使命感 会动摇他的使命感 另一方面这句话也在挑战上帝的权柄 另外这句话会挑衅上帝的权柄 上帝真的会照你的话来做吗 上帝真的会不会照你的话去说呢 魔鬼的这句话 会不会照魔鬼这句话 就是在搞分裂 就是搞分裂 那破坏上帝跟耶稣之间的关系 破坏上帝跟耶稣的关系 就像当年他挑拨 在伊甸园的时候 他挑拨夏娃 亚当跟夏娃跟上帝的关系 在当年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 当年在伊甸园的时候 蛇对夏娃这样说 上帝并没有真的说 你吃了就会死 上帝并没有说 你真的吃了就会死 用这样来挑动夏娃 想吃那个善恶果的那个心 这样挑拨夏娃 想吃这个禁果的心 那对耶稣他怎么讲 但是对耶稣怎么讲呢 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 你就可以跟上帝一样 这样子做 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 你就可以照上帝这样做 你可以这样做 你可以这样做 所以呢 这个魔鬼一直在灌输耶稣一个观念 这个魔鬼一直这样灌输耶稣有这个观念 上帝的儿子应该要有怎么样的一个容美 上帝的儿子有什么容美呢 那上帝的儿子应该要有怎么样特殊的权柄 上帝的儿子有什么特殊的权柄呢 所以魔鬼在这里是想尽办法 要让耶稣远离十字架的这个悲战的道路 所以他这样做就是想耶稣超过上帝的十字架 十字架悲战的悲战的道路 就是想要远离那个屈辱 就是想他远离这个屈辱 魔鬼一直告诉耶稣你要有那个王者之尊 这个魔鬼对耶稣说 你要远离这个王者之尊 王者的之尊 所以他对耶稣说 所以他对耶稣说 你只要拜到我下面 你只要拜在我的下面 你就有世界的荣华富贵 你就有世界的荣华富贵 所以他也在挑动耶稣 他也在挑动耶稣 你既然有特殊的权柄 特殊的能力 特殊的能力 你就行神迹来证明你是上帝的儿子 那你就要行神迹 来证明你是上帝的儿子 所以魔鬼对耶稣的试探的意义是什么呢 所以魔鬼对耶稣的试验是什么呢 这个试探的故事是要提醒我们什么事情 这个试探的故事是提醒我们有什么事情呢 那答案就是在魔鬼 我们刚刚讲的魔鬼的那句话 答案就是刚刚魔鬼讲的说话 你若是上帝的儿子 你若是上帝的儿子 在我们有四本福音书里面 在我们有四本福音书的入面 在马可福音 马太福音 路加福音里面 在马可福音 马太福音 路加福音 耶稣受试探的故事 都是紧接在他的受洗的故事后面 耶稣受试探都是紧接着他受洗 那我们记得他在受洗的最后呢 有声音从天上说 我们记得他受洗完之后呢 有声音在天上 就是上帝说的话 就是上帝说的话 说耶稣是我所爱的儿子 就是说耶稣是我所爱的儿子 所以这个试探的故事 魔鬼所说的话 你若是上帝的儿子 所以这个试探的故事 魔鬼所说的话就是 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 这个就是在 魔鬼想要挑战上帝的宣告 这个就是魔鬼想挑战上帝的宣告 也就是质疑耶稣是上帝儿子的身份 就是质疑耶稣是上帝的身份 所以这是魔鬼试探的重点 这个就是魔鬼试探的重点 也就是我们从古到今 所有的基督徒 就是我们从古到今 所有的基督徒 我们会在信仰上受到的试探 我们在信仰上所受到的一切的试探 跟这个试探是一样的 跟这个试探是一样的 不论那个试探的形式是哪一种 不论我们的试探是哪一种 本质是一样的 本质是一样的 都是要来让我们自己去知道 都是要我们自己知道 我们是不是上帝的儿子 我们是不是在任何的情况之下 我们是不是在任何的情况下 人前人后 人前人后 人家有看到的时候 人家没看到的时候 人家看不到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都有坚守这样的身份 我们是不是都可以坚守这个身份呢 所以魔鬼问耶稣 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吗 所以魔鬼在那里问耶稣 你若是上帝的儿子 他并不是不知道耶稣的身份 他其实不是不知道耶稣的身份 他是明知故问 他是明知故问 他想要耶稣走相反的路 他想耶稣走相反的路 他想要试探 他想要制造耶稣 他的一个不确定的空间 他想制造耶稣 在一个不确定的空间 只要耶稣稍稍的犹豫 只要耶稣稍稍的犹豫 会动摇了 他就会动摇了 他就上了魔鬼的当 他就上了魔鬼的当 其实这样子的一个试探 其实这样的试探 在耶稣短短三年半的 一个传道的生涯里面 在耶稣短短的三年半的 传道的道路上 从来没有离开过耶稣 从来没有离开过耶稣 我们如果读福音书 如果我们读福音书 我们看到耶稣不知道有多少次 我们看到耶稣不单止几多次 被人家要求要行神迹 被人家要求行神迹 不知道有多少人要他可以 这个用变那个食物来 让这些跟随的人肚子可以撑饱 不知道多少人要他变些食物 来给他们吃饱 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希望 耶稣能够在地上建立他的王国 有很多人想耶稣能够建立他自己的王国 所以这是耶稣三的试探 这个是耶稣三的试探 是他最初传道生涯的试探 这个是他最初传道的试探 有一本书 叫做基督最后的诱惑 叫基督最后的诱惑 英文是The Last Temptation of Christ 那这个是希腊的一个作家写的 这个是希腊的作家所作的 1960年他发表的时候 1960年他发表 引起很大的争议 引起很大的争议 变成一本禁书 变成为一本禁书 那这个作者 这个作者 他被很多的基督教会 他被很多的基督教会 攻击他说他是一个敌基督的人 攻击他成为一个敌基督 为什么这么厉害啊 为什么这么厉害呢 这小说在写什么啊 这本小说在说什么呢 其实这本书他在写 其实这本书在那里讲 耶稣最后在钉十字架的时候 也受到诱惑 在耶稣临终钉十字架的时候 他都受到诱惑 我们知道他钉在上面 真的非常的痛苦 我们知道他钉在十字架上 是很痛苦 他就在想 他就在那里想 我不想受这样的痛苦 我不想受这些痛苦 我想要从这个十字架上走下来 我很想在十字架上走下来 我要过凡夫俗子的生活 我要过凡夫俗子的生活 我想要有儿女成群 我要想移女成群 我要这样子默默的老死 我要默默的老死 那后来他发现了 但是后来他发现 他这样做 他这样做 他是背弃了他的门徒 他是背弃了他的门徒 跟随他的门徒 跟随他的门徒 他们会觉得 哎呀我们跟错人了 哎呀我们跟错人了 他们一生会受到别人的羞辱 他们一生会受到别人的羞辱 一生都活在懊悔当中 一生都会活在后悔当中 而且这些门徒也被迫要说谎 而且这些门徒都要被迫 讲大话 好让他们所相信的基督的信仰 可以流传下去 好让他们相信的基督的信仰 可以传下去 所以其实这本书的作者 其实这本书的作者 是要让我们看到 是要我们看到 耶稣即使在十字架上 耶稣即使在十字架上 他有那个挣扎 还有那个诱惑 他都有挣扎 他都有优惑 有两个选择 第一他当凡夫俗子 第一他当凡夫俗子 他有这个肉体的欢愉 他有肉体的欢愉 他有跟这个太太之间的那个爱 他可以同太太有爱 他有天伦之乐 他有天伦之乐 第二个选择 第二个选择 他可以当一个圣人 他可以当一个圣人 当救主 当救主 可是他需要勇敢 但是他需要勇敢 他需要有承受孤独的决心 他要有成为孤独的决心 他需要抛弃一切凡人可以享受的快乐 他要抛弃一切凡人 可以享受到他的快乐 所以其实作者他不是大逆不道 其实作者不是大逆不道 其实作者真的是要让我们读者 让我们知道 其实作者是想我们的读者知道 我们爱耶稣基督 我们爱耶稣基督 并不是因为他无所不能 并不是他无所不能 是因为他在他里面 百分之一百的人性 其实是他在里面 有百分百的人性 他明白人的软弱 他明白人的软弱 因为他也曾经努力的去对抗 所有的刺探跟诱惑 因为他很努力的去试探跟诱惑 兄弟姐妹 弟兄姐妹 如果耶稣那个时候 真的从十字架上走下来 如果耶稣当初 真的在十字架那里走下来 会怎么样呢 会怎么样呢 我们就没有人救赎了 我们就没有人救赎了 然后耶稣变成怎么样的人 那耶稣又变成什么人呢 他只是一个平凡 可能只是另外一个哲学大师而已 或者他是另外一个哲学家 对世人并没有很大的意义 对世人不会有很大的意义 所以作者要告诉我们 所以作者讲给我们听 我们要真正能够去体会 耶稣为了爱世人所受的痛苦 我们要真正体会耶稣 为了爱世人所忍受的巨大的痛苦 然后因为这样子我们真心真意的爱他 所以这样我们会真心真意的去爱他 兄弟姐妹 耶稣是因为明白自己是上帝的儿子 耶稣因为明白了自己是上帝的儿子 他靠着上帝的话来抵抗 来赢过诱惑 他靠着上帝的话来赢了试探 所以我们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经常要提醒自己 不要忘了我们是谁 不要忘记我们自己是谁 我们也是上帝的儿女 我们也是上帝的儿女 我们也有上帝的尊贵在我们当中 我们有上帝的尊贵在我们里面 我们不要妄自匪博 我们不要妄自匪博 我们要活出上帝子女应该要有的尊严 我们要做上帝儿女的尊严 要有上帝儿女应该有的样式 我们要做上帝应有的样式 归荣耀给上帝 归荣耀给上帝 这是今年我要教给大家的功课 赢过试探 这个是我今年交给大家的功课 赢过试探 成为上帝真实的儿女 成为上帝真实的儿女 阿们 阿们